好 今天在交通大學 有一場來自世界各國學生的 華文辯論賽 引發了國內爭論不斷的 核四場是否應該要商轉的問題 是這一次的辯論題目 而來自世界各國的學生 雖然是不住在台灣 不過他們還是搜集了 相當完整的資料 激烈交鋒 理性辯論 交通大學國際七年金英杯辯論 邀請賽第一天出賽的議題 台灣核四場是否應該商轉 台灣是沒有缺電的是不是 因為這個電力供應的問題 可以通過其他的方案來進行解決 比方說我方所提的 將高耗能產業遷出 那麼對方朋友你是要求零風險嗎 是否能夠達到一個安全的標準 雖然可能不是零 但是我們要依照的是 標準種種的設計 所以只要能符合那個標準 你是贊同核四的建設和運轉的 如果它能夠確保它的安全性 我們覺得 能確保就能 谢谢 只想邀請賽除了國內政大和動物 還來自新加坡 澳洲 中國 馬來西亞 香港 澳門的大學組隊參加 比賽還將以台灣 台灣是否應該科針 肥胖稅 作為附賽題目 讓來自世界各國的大學辯士 以台灣的公共政策為題 進行辯論 我們其實台灣言論自由 我們在很多地方的舉辦 都非常的透明 包括裁判的公正性 都是在亞洲國家 是受到大家肯定的 都可以讓他們覺得 在這邊暢所欲言 而且對一個比較敏感的政策 可以有一個更公開持平的討論 台灣的民主自由政治塑造出 適合國際華文辯論的環境 馬宗的陳表示 希望台灣能成為國際上華人文化領航者 透過類似活動的舉行 將對於台灣各種文化和言論自由的 國際形象有所幫助 街上熊 陳寶羅 新竹報導 劑 佌